启示录第四章 此后,我观看,见天上有门开了。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,对我说, 你上到这里来,我要将以后毕成的事指示你。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。 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,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 看那坐着的,好像碧玉和红宝石。 又有红围着宝座,好像绿宝石。 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, 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, 身穿白衣,头上戴着金冠冕。 有闪电,声音,雷轰,从宝座中发出。 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灯。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,如同水晶。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。 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 一个活物像狮子。 第二个像牛犊。 第三个脸面像人。 第四个像飞鹰。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。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。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, 圣灾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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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神是西战,金灾,以后永灾的权德者。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,尊贵,感谢,归给那坐在宝座上,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,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移。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,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,说, 我们的主,我们的神,你是佩德荣耀,尊贵权柄的。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,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永的。